1944年11月10日,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去世,死前,汪精卫留下了遗言,希望自己能够随葬南京中山林,汪精卫一生做尽了卖国求荣的事情,临终之际,竟然还如此恬不知耻,认为自己有资格葬在中国的土地上,实在是可笑可恨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汪精卫的死因是酒伤复发,他在1935年曾遭遇过一次刺杀,其中一枚子弹击中几柱,不过,这个小人倒是命大,这场刺杀没能让他当场死去,但那枚留在他身体里的子弹,一直压迫着他的神经,在几十年后,这颗子弹还是取了他的性命,1935年11月1日,那是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召开的日子,汪精卫在众人簇拥之下来到现场, 当时,汪精卫已经暗中倒向了日本,就在这一年的六月份,汪精卫批准了和媒协定的签署,将华北的领土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,至于为什么要做出这种赎典忘祖的事情,汪精卫自己表演得大意凛然,口口声声说,自己所做一切全是为了曲线救国,但说到底,汪精卫卖国的其中一个原因是, 他对日本侵略者感到恐惧,汪精卫曾经讲过,须值数十年来,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遮着落后,顾不代言,及组织上意幼致不完善, 1937年,抗战全面爆发的时候,汪精卫还发表过一番更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,和呢,是会吃亏的,就老实地承认吃亏,并且求于吃亏之后,有所以抵偿,战呢,是会打败仗的, 但是,简单来说,汪精卫从来就不相信中国人能够赢得抗日战争,面对日本的威逼利诱,他屈服了,除此之外。 汪精卫卖国,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,那就是,对于权力的争夺,国民党一直都不慎团结,在孙中山去世之后,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权力斗争,更是愈演愈烈,面对蒋介石这个老狐狸,汪精卫是始终处于下风的, 他希望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政治盟友,而日本人看穿了汪精卫的战略野心,更看穿了他软弱摇摆的性格,所以很快联络到汪精卫,汪精卫明知道投靠日本是卖国之举,但是,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,他竟然还是不顾一切,心甘情愿地接受了日本的扶持, 占到了全国人民的对立面,而从他选择走向日本那一刻,就已经注定了他的结局,一个汉奸是不配苟活于世的,1935年的时候,汪精卫的投降倾向还没有彻底的暴露, 他还是国民党内名正言顺的二号人物,但是,国民党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投降主义,还有种种压迫民众的行径,已经引得社会上许多人不满,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,都知道自己并不安全, 所以平时行事小心谨慎,不过,大型会议,他们两人还是必须出场的,11月1日,公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, 那一天九点半,开幕式结束之后,诸多国民党官员便按照位置做好,准备来一张大合影,而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两个主要人物,自然得坐在最显眼的位置, 不过那天,众人等了许久,却没见蒋介石出现,后来,还是汪精卫出来向大家转达, 说蒋介石突然身体不适,让大家自行合影即可,众人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,汪精卫更不在意, 毕竟,蒋介石不在的话,他便是在场地位最高的,高兴还来不及,因为合影的人数众多, 所以,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,虽然警卫竭力维持秩序, 但礼堂内依然喧闹不堪,刺客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,就混到了人群之中,正当汪精卫享受众人吹捧的时候, 人群之中忽然传来一声大喝,严惩卖国贼,随后便是三声枪响,汪精卫应声倒地,鲜血如注,众人反应不过来,乱作一团, 后来是张继,张学良先反应过来,冲上去截住刺客,汪精卫身边的两个卫士也赶忙冲上去, 其中一名卫士对谁刺客连开两枪,导致刺客重伤,众人这才手忙脚乱地把汪精卫给抬去了医院,这次刺杀, 可是让汪精卫吃了好大一番苦头,张学良年曾回忆起这件事,认为当时开枪的卫士有一点, 因为刺客已经被死死钳制住,本来应该留他一条活命,以待审讯, 卫士此举有杀人灭口之嫌,不过,因为事情已经过去太久, 现在死无对证,只能成为一个永久悬案了,蒋介石同样也觉得事情不对, 因为他和汪精卫的矛盾人尽皆知,汪精卫一旦被刺, 蒋介石就是头号怀疑对象,聚在场人回忆,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后来还找到蒋介石, 撒破大闹,又对蒋介石说,你不要汪先生干,汪先生可以不干,为什么派人下次毒手? 气得蒋介石脸色铁青,下不来台,当即就下令,要不惜一切代价, 把刺客救活,审出真相,抢救刺客的时候,蒋介石也曾派人去询问, 但刺客口风很严,什么都没有讲,最后,由于伤众不治,刺客还是死在了医院, 不过,后来,国民党方面还是查明白了真相,这件事,还真不是蒋介石动的手, 刺客名叫孙凤明,是一名记者,1905年的时候,出生在江苏, 后来,随父亲搬迁到东北,918事变之后,一腔爱国热情的孙凤明,加入了19卢军, 对于孙凤明这样一个经历过国仇家恨的人来说, 他对国民政府,很难有什么好感,毕竟,918事变爆发, 东北之所以如此凄惨,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蒋介石等人的不作为, 甚至,面对日本的侵略,蒋介石,汪精为这些国民党高层,不思保家卫国, 反而一味地求和,任凭侵略者践踏国家尊严, 孙凤明看着国土沦丧,内心满是怒火, 无法容忍这些失位素参的人继续统治中国, 后来,几经辗转,孙凤明离开了19路军,来到了上海, 在这里,他认识了许多和他一样,对国民政府心怀不满的人人志士, 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,讨论如何改变国家现状, 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日本表现得太过奴言蔽息, 众人一致认为,想要抗日,必须要先铲除蒋介石这个祸害, 而要铲除他,最直接的方法,就是搞刺杀, 可是,蒋介石自知不得人心,所以,平时出入都是层层护卫, 他们这些毫无根基的人,想要接近蒋介石,难如登天, 又要如何完成刺杀呢? 众人经过讨论之后,认为可以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, 1934年,他们在南京成立了陈光通讯社, 作为自己的活动根据地,这些人都是当时社会上相当有能力的一批人, 所以,在很短的时间内,他们的通讯社就打出了名气, 时常能够出入高官政要的家中采访,国民党的大型会议, 他们也能够得到入场券,孙凤鸣也就借此, 渐渐成为了南京城里小有名气的记者, 做好了这些前期铺垫工作之后, 他们开始认真的谋划对于蒋介石的刺杀, 没错,他们一开始,根本就没有把汪精卫定为目标, 1934年,1935年,他们分别策划了两次刺杀, 不过都因为蒋介石身边的守卫太过严密, 所以没能成功。 到了那年冬天,他们又接到了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的消息, 众人一致认为,这是最好的行动时机了, 蒋介石就算在谨慎,到了混乱的会场, 也总有松懈的时候,在这个计划之中, 孙凤鸣主动提出,自己要去当这个刺客, 众人心有不忍,因为,这个计划明摆着是有去无回的, 无论孙凤鸣是否得手, 蒋介石都绝不会放过这个刺杀自己的人, 但孙凤鸣已经下定了决心, 他已经经历了太久的国家动荡, 见证了太多的人间惨剧,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, 愿意用生命去为国家做一些事情, 就这样,1935年11月1日, 孙凤鸣用记者的身份顺利地进入了会场, 而他的手枪则被拆卸成零件, 藏在一个挖空的相机之内, 进入会场之后,趁着众人都在寒暄的功夫, 孙凤鸣匆匆走进厕所,打开相机, 把手枪组装好,藏在自己的大衣之内, 因为已经抱了必死的决心, 所以,孙凤鸣在出来之前还吞服了大量的鸦片, 根本就没有给自己留下活命的机会, 唯一遗憾的是,当天他并没有等到蒋介石, 蒋介石直觉很准, 当天,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安, 为防意外, 他干脆没有出现, 迟迟没有等到目标的孙凤鸣, 决定转移目标, 把枪口对准了国民党的二号人物汪精卫, 这是一次成功的刺杀, 三颗子弹,一颗擦过了汪精卫的眼眶, 第二颗击中他的手臂, 第三颗则打入了汪精卫的脊柱, 孙凤鸣为这个任务付出了自己的生命, 汪精卫却活了下来, 但他也谈不上幸运, 因为,这颗子弹让他遭受了近十年的折磨, 1944年, 这颗子弹的旧创, 终于引发了多发性脊骨肿瘤, 弥流之际, 汪精卫还惦记着自己的身后事, 非要葬到中山陵附近, 当然, 日本方面还是决定满足汪精卫这个要求, 虽然, 当时的日本已经是强弩之末, 可汪精卫毕竟是他们精心挑选出来的一枚棋子, 汪伟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力往来, 把汪精卫葬在中山陵附近, 正可以强调汪伟政权的正统性, 很快, 日本人用专机把汪精卫的尸首送回了南京, 经过一番仔细商讨, 最终, 墓地的位置选在南京的梅花山, 据中山陵不过咫尺之遥, 这场葬礼, 从仪式到具体的丧礼用具, 规格极高, 据说耗资巨大, 日本人甚至还强迫南京群众, 前来为汪精卫送葬, 汉奸勇士遭人唾骂, 而英雄则永远被人们铭记, 对此, 你怎么看?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, 这里是单看世界, 订阅我, 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,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,